我們看這一集 這一集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現在有一端固定在地面上的桿子 跟水平方向的夾心 將一個質量為M1的滑塊 這個M1滑塊 套在桿上 滑塊通過輕繩 懸掛一個質量M2的小球 那桿跟滑塊之間它有動摩擦力 它有動摩擦係數是Mu 先給滑塊一個遠桿方向的粗數 它到底是往上來往下不曉得 就給它一個粗數 然後帶穩定 所謂穩定以後就是說 這個小球不會在這裡擺來擺去 而是跟什麼呢 跟這個滑塊一起跑 這個時候我們在穩定 結果發現 這個繩子 跟這個鉛水線夾一個角度Beta 這個Beta大一點 那麼他問說 這個滑塊它的運動情況 可能是哪一個 我們現在來看 待穩定以後的話 這個小球 這個小球 當然是等速的時候 當然是等速的時候的話 這個物體它只受什麼呢 只受這個繩子的張力 跟什麼呢 跟重力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它是等速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重力 重力 跟這個張力會抵消 會抵消 會抵消 所以它這個小球一定是 在鉛垂線上 不會擺一個角度 那它現在之所以擺一個角度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坐標 站上去看 就連跳上去看 跳上去看的話 它為什麼會擺一個角度 因為它有一個假想力 往上 所以現在的話 這個小球 小球這樣子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送一個重力 送一個那個張力 跟一個什麼呢 跟一個那個假想力 如果它加速度的話 是A A往下的話 那這個呢 就是等於M2 A 所以它這樣才會平衡 也就是說 我們觀察到 這個小球往這邊偏的話 我就曉得說 這個滑塊 它的焦度是往下 滑塊焦度往下 所以你在上面看的話 假想力的話 就往上 好 我們來看選項 我們看這個A選項 他說 滑塊沿著的桿子 減速下 就下馬是往這邊 減速 減速的話就是 加速往這邊 所以這是錯的 再我們看 力 C 他說沿著 沿著桿 減速上滑 上滑是往這邊 它速度越越小 代表它加速往這邊 所以這個是對的 讓我們看C 沿著桿子 加速下滑 沿著桿子 加速下滑 加速下滑 所以C也是對的 它加速往這邊 沿著桿子加速下滑 這個C也是對的 這樣看D 沿著桿子 加速上滑 加速往上 這個都不對 所以大家應該選B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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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